各位亲爱的孙总的粉丝大家好 在前几天我播了一个文章 我在家里住了八天 所以呢好像有点忧郁症 那很多朋友呢就给我很多建议 叫我去台湾的很多风景去游览 我真的只能告诉大家 年轻不能做太多事 老了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 我做过三年的国民旅游 所有台湾的风景区 我应该都去过不下五十次 三宁溪 溪头 墾丁国家公园 东海岸线 反正一切我都去过很多了 所以 也政府的都没进步 这些风景区你觉得 我还需要去忍挤人吧 所以我才讲说年轻很多事情不要做太多 做到后来呢 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年轻也爱玩夜店啊 夜店就那么一回事吧 就是噪音 朋友聊天 大声 要喝酒 那也有粉丝在问我说 孙总你身体不好 你后面为什么摆那么多酒 告诉各位 我不喝酒 那这个都是呢 往年在乔吉利还有 生日人家送我的酒 因为人家送我酒好像是最安全的 而且他们送我的酒也不会太差 所以我通常都是好朋友来 跟我聚餐的时候 我就拿酒给大家喝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有在喝酒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 因为他只是装饰品 所以请你们不要再提任何意见 他只是装饰品 我要特别介绍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我一辈子怕水 祭水又扶海军 我竟然没有想到我在澎湖可以拍一张 我好像水中绞龙的照片 让我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 所以我现在把它奉为自保 前几天发的那个 心情有点不入之后 很多朋友给我很多意见 那我决定呢就采纳了 你看今天呢 我就自己起床 八点半起床 我做了元宵红豆汤 因为赖略妈妈买了 鸡龙非常出名的元宵 超好吃的 嗯 你跟芋头的 我就自己煮 我决定 来实施个新生活计划 因为各位都知道 我有膀胱癌之后 睡觉 嗯 非常困难 所以一个 一个晚上要起来三四次 这时候我买错 那个尿片之后 减少到两三次 所以睡眠时间好一点 那我通常都睡到十二点多一点 尽量让我 呃 精神情绪可以比较正常 那 近期我又想做点改变 是不是就十二点起床 那去做一些下午的活动 那最近呢我就决定再把 呃 乔吉利的版权 因为以前是 呃 系统都不一样 好像还要重新转系统 又是一笔大工程 那这些事情呢 还是要自己来督导自己做 所以孙总呢 开始来了一个 孙总新生活计划 希望把我每天又是摆的很满 那我精神是舒服的 而且我每一件事情都做的有条不紊 这个礼拜五的影片 孙总来了 这是我在经典唱片 跟滚石中间 嗯 在台湾所创造的奇迹 而且是我的贵人帮我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 对你们一定有帮助 里面我讲了很多工作的道理 你们未来都有机会当主管 一定要记得 很多事情 不要空口说白话 一定要有 好好的文件 免得 老板 要用你的时候 什么都跟你说好了 那有干股有什么 等到钱都进他账 到他口袋了 他就拿不出来了 他就会想尽办法 让这笔钱不要出去 因为不要出去呢 那就是他的钱 那出去的呢 就是你的钱 跟他无关了 所以他会痛 他本来不知道15%有多少 那一年的营业有多少之后 15%就有几千万 他就 跟外商不一样 外商定了就定了 台湾人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付 我要不要想个办法 所以我给各位青年 现在社会工作人一个借境 请你们一定要加油 孙总新生活计划 从今天开始加油 你们要支持我 按赞按赞按赞